大家好,欢迎来到涛哥漫谈这个频道 嗯,另一个时间呢,再给大家录制一期关于我的这个留学移民经历的一个视频吧 呃,希望这个时间来得及,有可能在录制过程当中啊 呃,会有客户过来,那么要有客户过来的话 我只能说声抱歉了,然后只能暂时这个停止录制 呃,因为下午还有两个预约客户要过来看车 那么上午录制了一期关于我们这个车行 目前嗯,刚进的几辆这个性价比非常高的这个BBA车型吧 然后这一期呢,就不再录制这个关于车子的视频了 那么我给大家录制一期关于我这个留学移民经历的一些事情吧 然后希望从中啊,大家能得到一些信息 呃,对一些即将要规划移民加拿大的朋友 希望对你们有些帮助 那么我感到很新鲜 呃,因为在第一期节目当中啊,我也忘了介绍我这个名字叫什么 呃,我的名字叫Eric 然后中为名的最后一个字有一个桃子 所以说有的朋友呢,也喊我桃哥 whatever,都可以,大家喜欢叫什么都可以 呃,关于这个桃哥漫台那个频道 我也是根据我的名字最后一个字 喜欢做一些有挑战性的一些事情 所以说呢,后来就和家人商量一下 然后这个就辞职来到了非洲 呃,刚开始呢,是在一家私企做翻译 然后后来慢慢的就是开始接触合同部做商务呃 呃,后期就参与到公司的投标啊,商务探盘 商务会谈一些这个公司当中 呃,然后呢,后来感觉就是带国企待了几年 也慢慢的就是厌倦这种生活 因为不喜欢国企的那么就是说这个复杂的人际关系 而且啊,就是很多一些虚的东西吧 感觉就是不喜欢的那么人际交往 所以说又加上呢,就是当时呢 呃,家人都在国内 所以说这个和家人分居的时间比较长 所以说呢,后来综合考虑一下 需要找一个 需要找一个,就算适合孩子教育 然后这个一家人在一起生活的地方 然后这不 后来 呃,一个偶然的机会啊 让我接触到了这个 一个SLBR的一个工作室吧 那么从这个工作室的那里 得知呢,他正在办理这个加拿大移民 呃,而且当时他是申请的 因为他是SLBR人嘛 这个,那个国家有战乱 所以说他申请的是难民 呃,通过难民的途径移民到加拿大 嗯,所以说通过这个加拿大工程师的这个 启发吧,受了他的启发 当然呢,在遇到这个SLBR工程师之前 我自己也有这个想移民到加拿大的一些想法 只不过呢,当时没有周围身边没有朋友啊 呃,一起互相鼓励,然后就放弃了 这不遇到了这,在乌干达工作的时候啊 呃,遇到了一个SLBR公司 然后从他那里达到一些启发 然后呢,就开始决定从网上 搜集信息啊,然后联系中介啊 最终选择了一个就是来到加拿大曼尼托巴省的维尼泊尔 呃,选择走入学移民这条路 呃,通过自己的了解呢 也联系了几家中介公司 最终找了国内一家中介公司 帮我这个税率的拿下了这个 呃,曼大的一个叫ABM的这个专业的学签 当然呢,后续如果有朋友 我希望了解我是怎么顺利拿到这个学签的 那么大家可以和我互动 我非常愿意给大家解答这些问题 尤其是有的这个大龄朋友是因为学签的话 还是有一些在准备这个 paperwork的时候啊,还是有一些这个技巧的 因为你拿到学签这是非常重要的第一步 只有拿到学签,然后你才能顺利过来读书 毕业之后拿到工签 拿到工签之后呢,可以提交这个省庆名 办理后续的移民,然后进入联邦 从而拿到封业卡 呃,经过一年的学习 然后,当然按照学习过程当中 因为毕竟是一年,他这个课程啊 压缩的非常紧 呃,最后一个学期感觉非常累吧 总觉得睡眠不够 反正,总而言之吧,还是顺利毕业 然后毕业之后呢 也是很顺利的找到了目前这家工作 在一家这个西人的二手车行做销售 嗯,目前还可以吧 然后就是因为2020年这个年初三月份 这个加拿大开始的这个疫情蔓延 所以说受疫情的原因,我的移民申请 这个也有点受耽误 呃,要是不然的话 估计这个时候已经拿到封业卡了 目前呢,反正只能在这安心工作 慢慢等啊,估计年底之前 应该有希望拿到这个呃,身份 呃,通过这将近在三年在曼省待的经历 嗯,我感觉就是说自己特别喜欢这边的生活 呃,这边的人啊,也特别友好 这个孩子呢,也喜欢这边的教育 然后毕竟这边学校的老师啊 对孩子都特别的友好 nice 然后呢,他这边的学校 我孩子是在小学嘛 他没有,因为没有这个作业 总是压力也小 所以说孩子在这边非常轻松 然后,我们家里都 特别喜欢这边生活 后期也买了房子 然后拿到身份之后啊 就想着好好在这个生活 工作 嗯 至于这边的这个一些工作机会啊 还有这个天气啊 这个学习相关的情况 那么以后在以后的视频当中 我会陆陆续续给大家分享 在这里因为时间有限 呃,有可能下午随时会有客户来 我还要关注楼下的这个 是不是有客户来 那么有来 有来的话,就得需要去接客户 工作 希望大家理解 呃,后续的这个视频我会 尽可能多的给大家分享这个 这个 这边关于生活的一些这个方方面面的信息 呃,所以说在这个 我的留学移民过程当中啊 我感觉总结合是非常顺利 What do you want? I'll grab you one Whatever there is 不好意思啊,刚才有点这个中断 因为老板,其中一个老板过来 稍微等了一下 给他打了个招呼 然后呢,就是说通过我的留学移民经历啊 我想给大家提醒两点 呃,就是说 第一 在办理学签的时候,如果要是通过留学移民的话 呃,那么 这些朋友需要注意,在办理留学签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 就是找一个靠谱的中间 然后来解一下这家公司是不是有持牌顾问 然后这家公司的信誉和实力怎么样 因为毕竟的移民是这个 一个人生大事 做事一定要顺利 再了解选择中间的时候 要顺利 呃,另外呢 就是 关于 也许大家有的朋友会好奇 为什么会选择加拿大 曼尼托巴省的这温尼泊来作为移民城市 我选择温尼泊作为移民地点啊 呃,最关键的是 温尼泊的移民政策好 这边的移民门口比较低 呃,容易拿到身份吧 呃,另外呢 这边的就是人家非常的friendly 他们这边的这个车牌上 上面都写了friendly 确实也说明了这一点 人是非常友好 然后在这就是房价低 消费低 呃,其实最重要一点就是刚才说的 就是这边的移民政策非常的宽松 大家可以作为一个选择 嗯 呃,另外啊 就是说这个关于这边的工作机会啊 其实往来之前啊 呃,因为了解的比较少 其实通过自己办理移民的这个过程啊 我觉得怎么说呢 虽然这边的人口少 然后经济不像国内那么发达 呃,相对的工作机会要少一些 嗯,但是呢 我觉得只要就说 呃,语言好 然后再加上你前妻呢 为了移民拿生命嘛 只要是能吃苦 然后就说 呃,我觉得应该工作机会还是很多的 其实大家可以就是比较灵活一些 这个工作机会是 很多的 我感觉是 只要你是 呃,愿意去主动去退休自己 那么你想要一下餐厅啊 然后车行啊 车行包括休暑 然后后 车间的一些这个这个 做细节处理的一些这个工程 包括商场商店 那么当然律师行啊什么的前腿 许人家需要这个前腿行政助理的 等等吧 所以说我感觉就是工业机会还是有的 嗯,只要大家愿意去主动推荐自己 内心的去寻找 呃,提前筹划 所以说我觉得 找到工作呢 呃,那就基本上移民等于百分之八十的希望 所以说,呃 这一期节目呢,就是 主要当然就是说了一个打提经过嘛 那么这个过程当中又涉及到如何 如何选择中介 如何这个办理学签 准备材料 如何这个 找工作 递交省提名 然后还有这个英语学习等等很多问题 那么,因为时间关系我不能和大家讲的特别细 然后呢,如果有朋友想和我互动的话 那么,呃,欢迎可以给我留言 呃,咱们就是说可以通过留言的形式 那么探讨更多的这个细节 呃,此外呢,如果大家喜欢我这,呃,我这期的这个视频 那么,麻烦大家在视频下方点击一个喜欢的按钮 这个 在这,如果有朋友想持续关注我后续的一些话题 那么,大家可以订阅 这样的话,呃,如果有更新的视频 你能够在第一时间收到我的视频 好,那么这一期节目呢,就到此结束 呃,谢谢大家的收看 呃,下一期节目再见 祝大家周末愉快 谢谢 谢谢